重真帝的统治时间虽然只有17年,但他处死的高官,比之前一百多年间加起来的还要多。 明朝处展重要范园的地方在京城西市,在这里,寄寥都诗缘重患被林池处死,陕西总督正重检,等来寻佛孙元化等人,被战手势中。 此外,明朝的一位国防部长也密放于此。 明朝的国防部,指的是负责管理军事的兵部。 兵部上书是兵部的最高长官,魏居正二品,也被称作大司马,魏高权重。 在朝廷里有很大的话语权。 然而在崇祯十五年九月的一天,备受崇祯帝信任的兵部尚书陈兴甲,却在京城西市被斩首势中,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? 陈兴甲,崇庆长寿人,是万历年间的举人,曾担任定州之州,刑部园外郎,刑部郎中等职。 陈兴甲在担任名前兵被牵制时,表现出了一定的才能,得到了上级的推荐,开始得到崇祯帝的重视。 崇祯七年,陈兴甲奉命担任宣府群府,他积极整顿军队,与总督阳四昌关系良好。 崇祖年间,战争不断,诸大陈毕中书,于是,巨人出身的陈兴甲,成为兵部尚书。 陈兴甲一上任,就向皇帝进城堡帮实册,赴陈书正次要几定是四世,递几命是行,但此时明朝已经是大上相亲,况且,陈兴甲只是中才之人,根本无力回天。 松锦之战爆发后,朝廷内步形成两派,一派以红城仇为首,主张持重缓禁,另一派以陈兴甲为首,主张速战速决。 最终,崇祯帝采纳陈兴甲的建议,催促红城仇决战,最终党致明军策败。 松锦之战结束后,朝廷内许多人弹劾陈兴甲,陈兴甲也多次要求免去自己的官职,但崇祯帝都没有答应。 到后来,李自成大军进入河南地区,开封吕贝纳,他军现世王强者,阎光和新甲者,张智树时,新甲请罪张一时于上,帝者未留。 虽然战事败坏,但崇祯帝依然没有处算陈兴甲的意思,不过就在这时候,发生了一件泄密案,让陈兴甲逾丧西市。 松锦之战时,明军被围后,陈兴甲降于清朝一和,并且得到了崇祯帝的许可,帝默然,寻日兴甲密图之,而外平不知也。 在与清朝交涉过程中,书信宝兰,有一次陈兴甲将信放在桌子上,其家头目以为唐宝也,复制超传,于是沿路恍然。 崇祯帝窃则则新甲,李自成,不料陈兴甲却认为自己已和有功,这更让崇祯帝愤怒。 岁下狱,在监狱里的陈兴甲才恍然大悟,赶紧军航行内外,之后不少朝廷重臣,纷纷在陈兴甲求情,国法,敌兵部包成不杀大司马。 但崇祭帝不予理睬,还说,他前五论,不如我亲班妻,不是女包成也。 最终做了两年多兵部尚书的陈兴甲被处斩,陈兴甲还是有一定才能的,兴甲又才,小编士,军书横武,才大无止,但是因些密案,破坏了崇祭帝的形象,才被灭口的。 崇祭帝,做事有一个最大的缺陷,只顾虚名,不管现实,他杀陈兴甲是这样,他不可能先是这样,他不及时让吴三贵入官也是这样。 参考资料,明识,明识即是本末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参考资料。